这里曾经是长达一个世纪的王厨府 作为国家博物馆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大型改造迁与成为泰国世界级艺术珍品的产世地 曼谷国家博物馆 最古老的宫殿建筑被改造成一个现代而优雅的大厅 用于尊项的展览 壮丽的宫廷佛殿保留了两百年前的原貌 其内的神圣佛像和原始壁画都完好无损 王座大厅恢复了最初的文伟 作为王厨的行政大厅 拥有第一次统治时的原始王座 王座主宅居的几个大厅 现在展示精致的黄洁起居 用品和泰国艺术杰作 其中之一是树太寺的巨大墓门 由拉玛二世国王和皇家宫殿 共同雕刻而成 这扇门上的茂密森林 雕刻的如此 错综复杂 令人着迷 许多野生动物 看起来树树如生 令人惊叹 您不能错过的另一个展厅 是传统武器的大厅 里面有真人大小的 皇家战线模型 这件附胜扶山 是战士在战场上使用 它充满的神秘的雕质 被认为就有保护主人 免受各种武器伤害的 神奇力量 两个世纪前 泰国皇室的传统生活方式 在曾经属于王后的木制行殿中 得到了展现 重委的皇家战旅车辆 也保存在这个博物馆中 用于国王、王后、王室成员的火葬仪式 表现出回归天堂之徒 除了宫殿建筑外 还有两座现代的展览建筑 收藏了大量来自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 通过艺术描绘了泰国文明的发展 这座巨大的石佛像 是一千多年前雕刻的 早期佛教艺术品 它曾经破碎成碎片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 它奇迹般地结合到了一起 佛陀就这样恢复了原来的庄园 博物馆最具具性的文物之一 是南干亨国王的名文 它是七百多年前 宿可泰时期创建的 泰语字母的起源 现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登记为世界记忆之一 该博物馆还拥有来自亚洲各个国家的 艺术杰作 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凭借金家的展品和精美的工变建筑 无论您是否来过这里 我们都曾邀请您前来一睹 曼谷国家博物馆的新面貌 泰国世界级艺术争品的展示会 它值得让您登上飞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